國公造化化停頂 四京的造化業者 現在是新立一個台商的古雷造化 要跟中國去簽訂 島主委議長書 要在將中酒來接種 因為造化業要出照的議論 經濟部現在是表示說 沒有人輕油的開手 也許他市沒有開放 也不會放映這個島主委 四京造化業者 全國新立台商國旅行造化 準備在中國將酒接種島傘 約定為中油以西元 二三兩酒一百五十萬斤 不過他還要在民國一百零四年底下 再來以西三兩的長輪 但高中油表示以西三兩 以及條件結尾可以供應 再來就化業的需要 中油那頂清 高里就化四京公司裡面 只有合同時 國公造化的股東 持股比例也只有三%左右 高里就化不可以說是 反中油提供成員 添水高里到將酒導主 他們去酒化業要出照的議論 經濟部控制 目前金油力改成 以市沒有開放 高里就化的導主委 有哪不會破呢 只有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如果如果現階段的法規是OK的 那清油裂解這個部分目前是沒有開放 所以就算他下個月來送審的話 也是不會通過的 建制部表示 在國公造化 中華道主 法庭以後 政府確定要發展 國台法的酒化業 除了國內 業者 憲法成績 中油原來設計 向海外造成合合作國家 推動台灣酒化業的轉型 記者 憲也如張志祥 台北報道